这两个月先是拉拉拉体能嘛 跟着连测试体能什么的 现在体能也上来了 废物货量上来之后对训练的就是恢复就快很多 可能平时做动作多到后面有时候心里难受 就像那个心跳可能太高了难受 然后经过长袍什么的就感觉好一点 就很快的进入那个高心跳也没什么事 我现在不是恢复团体 团体得恢复一下全能嘛 主要是把单杠跳马自由操给抓起来 这三个项目上来对我的体能消耗也是挺大的 所以我在那三个项目上面还是为了团体 就是按马一稳为主 调划的话我可能会加点难度 其实有些项目 加一个新的难度进去的话 对之前的编排就有所改变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可能就还得练更多才行 不然的话可能加进去反而效果不好 我的责任就是在这三个项目上面打好我就拿好最高的分 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到团体上 可能就那三项能拉分的项目 我希望就是两个高器械能下巴能站稳 到这个周期的尾期了 主要还是把编排成套最稳的 比了一周期的动作给拿出来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